咱们来看看玄自杰对詹勾曼的第二场单挑 他们是打三局两胜的 玄自杰目前是0比1落后 这手牌詹勾曼的手牌质量非常的好 玄自杰击中了K一对 詹勾曼是A一对 詹勾曼下注650 玄自杰选择CALL 其实单挑玄自杰这K一对也很不错的 咱们来看这条街玄自杰能不能跑掉吧 讲道理不太好跑的 这个时候很难相信对方有A一对或者有花 不能说很难相信 就不太容易相信他是这样的牌 加上詹勾曼这个人在第一场比赛 不断的投机玄自杰 有非常多的投机 无论从这个两个人单挑的牌例 还是詹勾曼这人的形象 玄自杰转牌尻拷了詹勾曼 这能跑得掉吗 三条街的下注能是偷鸡吗 其实这张10和KA的关系也比较大 玄自杰还是选择弃掉了这手牌 相信詹勾曼有牌啊 是个非常漂亮的foil 詹勾曼说maybe 是不是玄自杰问他有没有牌 他说也许吧 可能有 这手牌玄自杰比对方牌好啊 还有位置 詹勾曼 foil掉了勾二 詹勾曼这个人还是挺警觉的 他感受到玄自杰的手牌还可以啊 他直接foil掉了勾曼 这手牌两个人的手牌质量都很好 86同色对9Q 咱们来看看翻牌玄自杰顶对买上下顺的跟你闹呢 转牌玄自杰应该要打了 这个牌再发出一张草花就不太舒服了 现在能打不如Q的牌的价值是吧 能打买牌的价值 吓住1270 詹勾曼直接foil 200 400的盲住40的安提 玄自杰最近的手牌质量还不错啊 又拿到了一手10Q同色 6363讲道里大盲要玩吧 哦foil掉了吗 foil掉了 前期多foil点牌也行 詹勾曼也可能在做形象啊 我要玩好牌是吧 不玩垃圾牌 等打到盲住高的时候 给别人留下印象 我玩的范围比较强 这手牌对詹勾曼而言 詹勾曼而言非常的好 下注650 Q Q有些尴尬 我觉得K就coo Q就不太好说 有A有K肯定 就coo的概率大 Q 不好不坏的 玄自杰foil掉了这张Q hat 3-5 我觉得庄位肯定是要玩的 庄位拿到3-5 玄自杰第一场比赛就是foil掉了太多的就是这种牌了 像庄位拿到3-5 就这种牌里的牌他foil太多了 中堆买花A4 哦玄自杰没有下注啊 哦这张10对玄自杰是好牌啊 这张10 其实 就没有发出其他的帽子 然后还降低了 哇 葫芦啊 不说了 一张10转牌对玄自杰是好牌 一张3更是好牌了 这詹勾曼可能要抓鸡的 玄自杰下多少 1340 co 我觉得不好跑 co是吧 因为这个牌ABB面 你有张A还挺不错的 就ABB面 就说明别人不爱中牌 不爱中牌 我有张A还挺不错的 怎么这牌不好跑的 詹勾曼Q8 玄自杰90 三拜他一下他给他脸了 玄自杰三拜他 不用给我面子 90是一个很好的三拜的机会 看这样两个人都想玄自杰适合偷街 玄自杰大盲位更接近这个范围 我并没有偷 那可能野人要偷了 野人偷就是玄自杰副牌 玄自杰副牌 玄自杰副牌 哇这手牌两个人全是强牌 全是很不错的牌 单挑而言都是强牌 哎呦 玄自杰应该会尻一枪 QK 没有加强玄自杰的牌 玄自杰来点草花 来点四五六相关的顺色不错 并没有 这是一个不太好决定的决定啊 玄自杰负了 这时候玄自杰觉得这四一对不是太好打了 哦这手牌主导了对方 石秀六有没有这种发牌啊 哎呦 发出了一张石 玄自杰的 又发一张石 玄自杰放弃这个地势了 扫掉 三百六百安提六十 差不多 手牌质量差不多 要三百他吗 张高曼 张高曼没准会三百他 看他有点慢你知道吧 动作有点慢可能是要三百他 所以我说前面玄自杰有九十可以三百他 张高曼有九七三百他 九十肯定比九七要好很多 哦这手牌选择也牌不错 但是被被张高曼主导了 哦差不多跟那手张高曼的牌一样 反主导了张高曼 赛克赛克 张高曼有点不太想玩一手牌的的感觉 哦这张A是和张高曼投机 没偷啊可能太明显了 赛克赛克呢 Q也有摊牌价值 加上张高曼一手牌 他本来看他翻牌那个动作表情 他有点不太想玩一手牌 赛克赛克是吧 看看筹码量现在多少了 玄自姐落后多少 落后的也不算太多 浮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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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装卫我是觉得任何牌都会玩啊 但那手牌 野人是AK吧还是什么呀 反正野人的牌特别强 15浮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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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肯定不如有位置的93好啊 哦 四五同色在装卫 要三拜特吗 瑞瑟 瑞瑟 野人要三拜特吗 好三拜特 玄自姐很能尝他我跟你说 玄自姐挺喜欢这种四五五六同色的 因为上期节目 我看玄自姐用四五五六同色 他做一个三拜特 这说明玄自姐挺喜欢这种牌的 你知道吧 看玄自姐尝了 玄自姐喜欢这种小的小的小的 不太干净的牌 尝他 感觉会尝啊 无论是有点发展性 加上 对方不一定有 有那个K啊 你有位置可以找 哎呀这A就不行了 玄自姐有位置可以找机会偷张高曼 但这个AK太接近张高曼的范围了 这玄自也应该算了 trike吗 anterior 他点了一下 Oh,没有。还在说开始 雪子姐应该会负掉 这没什么好买的 卡帅没什么好买的 Cili Lichtenberger WSOP BRAZLET WINNER 我觉得卡顺没有什么好买的 23456 是卡顺娘 也有点虚 踢掉有点虚 A2两对啊 我都看错了 A2两对他不虚 我还在踢脚小 一看2有张2 有点重点集中在玄子姐身上 玄子姐转牌可能 那个柱下的小吗 我有点没太看尺度 但我觉得他下了9000多 我觉得也不算轻了 所以那会底池我忘了多少了 卡顺我真的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转牌去买啊 那是她的计划 Jungleman makes the river battle a little too big I don't have a check in here Q6对A7 玄子也就剩24,000了吗 推了他 给他们给他给他脸了 应该是三拜特应该是 哦 尻吗 哎哟 凉凉 再别说了 玄子姐可能要支付 哎 没打吗 我想玄子姐可能会支付一条街 那没打啊 其实 是野人可能觉得玄子姐没牌 他想再发一张牌 让玄子姐重点牌 正好帮助了玄子姐 现在要打了 一打玄子姐 感觉负的概率会大一点 玄子姐的筹码量也不多了 不知是他老去 这种牌去产打呀什么的 哦 又没有打 野人 这局怎么打得这么温柔 因为有勾圈嘛 两张红桃 其实相关性还挺多的 包括24也有些相关性 就是野人没有去 让买牌 就打一些买牌的价值 就中牌加买牌的价值 他都没打 哦 他还是抓到机会了 哦 那还是玄子姐上当了 玄子姐看野人一直 猜一颗猜一颗猜一颗 以为 是野人真的是 这手牌打得真的很敏锐 啊 他查遇到玄子姐没有牌 然后他一直过过 是吧 转牌其实他冒着点 给别人白买牌的风险过的 然后还是拿到了更多的价值 这个斩狗蛮了 选子姐现在的劣势非常的大 哦他右边写着呢 右边写着一个对抗一个叉三句两声 我都没看见才看见这个东西 推了 再别说了 一万八也没啥好玩的 直接推了得了 也没准会尻啊 他武器觉得不冲突 他又尻了正好被选子姐主导 哦没有没有没有拼一枪啊 我以为随便玩玩是吧 我筹码这么多跑跑 确实负牌比较好啊 尻还是有点随意 因为选子姐的筹码刚才也不算特别少 哎呦我上手牌是希望野城能尻是吧 选子姐的A5还主导他的武器 哎呀 这手牌悬子姐又不好拿下 还好悬子姐有位置 但是ABB面没有那么好打走一张K的 就跟这个七节目开始悬子姐 好像有K嗨吧 就是尻了一条街两条街 完了这不太行的应该是 拆个档了 就前面玄子姐拿K就是K嗨 就是至少跟住过一条街 粘狗们 反正大概就这样吧 咱们先两个人单挑看到这儿 玄子姐落后的比较大比较多 哦那再看一手牌 再看一手牌 两千推了 我给他脸了 靠吗 没位置 AR也可以直接推啊 拆个档购曼 目前变得有点温柔了 有很多的check 哇 玄子姐击中了一二三四五 Tike Rays他们还是直接瞎住 感觉玄子姐要直接瞎住啊 三千多 三千二百四 一人Fold 靠吗 Fold Fold 0 平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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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